受到業界指導老師的青睞 得獎學員激動的哭了 因為平時沒有工作的婦女 為了吸得一技之長 拚命找機會 也證明自己確實有實力 可以將所學拿來當作身材的力氣 媽媽們或者是有興趣 對這樣的一些產業的話 一起來做 我相信我們的文化會做得更好 一開班不管會與不會 學員們還得從基本的縫紉做起 光是怎麼縫線就有好幾種 一個圖文就需要耗時一個禮拜 做再來又做 那你又不會很想做 不會 反而讓我更上進 不僅僅要花費時間 就算做好了沒達到老師的要求 還是會有將作品拆開重作的情形 雖然挫折 但是也成功的讓學員們 突破所學所想 就是為了要要求作品完美 可能就是要 這個是必經的過程啊 因為我本身對那個手工藝就是很有興趣 那是希望說能夠把這個 第二專長學起來 然後可以帶入家庭 也可以照顧家庭這樣子 從破壞到再生 學員們滿意的看著自己的作品 30位學員也通過了嚴格的培訓過程 將自己的想法成功地表現在服飾上 甚至戴在頭上 穿在腳上的也都是出自學員之手 排灣族婆婆媽媽們的手藝 再次令人驚豔 再得到專業評審好評 作品展將延至9月16日繼續展出 記者RA 屏東三定門採訪報導 記者RA 屏東三定門採訪報導